5月1号 我们看到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痊愈以后 第一次面对公众 进行了演说 证明他已经痊愈了 那么他告诉我们 在英国可能流行的感染的疫情 已经过了一个高峰 他呼吁大家继续坚持 跟病毒做斗争 但是他的演讲过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上期不接下期 甚至有新闻 我看到说 能听到他粗大的呼吸的声音 那么这个都是因为 病毒感染了肺部以后 痊愈后留下的后遗症 我们知道 约翰逊四月初 被确诊感染了病毒 而且一度非常重 送到了监护室进行抢救 那么现在呢 痊愈了 痊愈以后呢 病毒感染造成了肺部的损伤 我们知道之前讲到 重症的病人会形成大白肺 大白肺就是因为 病毒感染肺部以后 引起了肺部的组织 肺泡 气管这些炎症 水肿 胜出 形成了这种肺部的功能的损伤 进行治疗以后 肺功能 肺部的病灶会消失 会恢复 病毒会杀死 那么肺部的病灶呢 就会逐渐消退 但是有些人 他的病灶的消退比较慢 也可能会逐渐 演化为慢性的 肺部的纤维化 继续在进行胸片 或者胸部实体检查之后 还会发现肺部有斑片影 会有白色的影 会有纤维化的病灶 这些呢 就导致了他肺部的 气体交换的缺陷 所以他会感觉到 胸闷气短 气不够 走十来步 他就气就不够了 因此呢 现在看起来 约翰逊 他的肺功能还没有恢复 一般来说这种 经过病毒感染以后 治愈以后 肺功能的改善 需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可能三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 现在看我们看到的数据 大部分病人治疗后 肺功能会慢慢恢复 但是对于这种病毒感染 甚至是细菌感染等 肺部感染 重症的 有可能有少数病人会流向 永远的疤痕 在肺上 就 它形成纤维化 如果一旦这种 气质性的病变 形成以后呢 将来对他的肺功能的影响 是长期的 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 继续观察 这些痊愈的病人 对他的肺功能的影响 后遗症的严重性 还会 还需要继续观察 这些痊愈的病人